今天我们要谈共产主义在朝鲜半岛还有中南半岛的发展 但其实我们今天的这个单元也可以讲说 我们在讲朝鲜跟整个中南半岛独立建国的过程 这个过程可以追溯到整个二战结束的那一刻 在太平洋战争之后 我们知道日本整个席卷西太平洋 以及进军东南亚还有南洋群岛 因此这张地图是它整个势力范围扩张范围最大的一刻 等到二次大战结束 日本本土以及它广大的殖民地 还有军力扩张的范围 这时候都被战胜国家军事占领 好那你看到不同的颜色 像是浅色的部分 好像这个地方是属于美国占领的区域 这个地方是苏联占领的区域 这个地方是中华民国占领的区域 这个地方是交给联合国托管的 好那所以这个我们如果细部来看的话 好这个表格就等于是讲解刚刚的地图 你看到最右边这一列 其实就是这一些同盟国 也就是战胜国 那中间这一列 其实这些就是原来日本的领土 以及它扩张的范围 那这时候纷纷被战胜国分区占领了 那整个军事占领是根据一般命令第一号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文件 我有放在云端 也就是给各位补充的资料 那在1945年8月15号日本投降之后 那这时候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就是 原来日本军力所扩张的这些范围 那这时候要接受它的投降 战胜国必须要派军队 实质上去控制这些地方 这是战争结束的第一刻要做的事情 所以当那一年的9月2号东京湾 日本向同盟国投降之后 就把一般命令第一号交给已经投降的日本 然后叫他们对军队宣布说 你要对谁投降 你要对谁投降 所以在这边此命令是正式投降流程 要求各个地方的日军 向同盟国军队的指挥官司令官投降 所以法属印度支那 也就是中南半岛之所以切北纬16度 以北跟以南分别接收 这个是根据一般命令第一号 那在朝鲜半岛北纬38度 以北跟以南分别接收 分别军事控管 这也是根据一般命令第一号 但这些细部的文字各位都可以再看 也就是因为战后的第一时刻 是要军事占领 所以我们在台湾历史上所熟悉 1945年10月25号 后来叫台湾光复节的 其实它的原始的意义应该是中华民国代表同盟国 来军事接管台湾 所以你看这张照片为什么会有四国的国旗 苏联的美国的中华民国的英国的 它的意义就是我们讲的这个一般命令第一号 通常军事占领不久之后 就会签订和平条约 决定这些领土的归属 但二战之后很麻烦的是 就是美苏冷战随即开打 因此在很多地方 美国跟苏联对于战后这些政局的安排 都有不同的意见 那等到最后真正签 就是战胜国同盟国对日本签订和平条约 也就是我们讲的旧金山合约 已经是到1951年的9月 那1951年的9月 对比1945年的8月 这已经隔了6年的时间了 它是非常非常之久的 那当中发生太多事情 连中国的政局都已经整个翻盘了 我们稍微看一下旧金山合约的内容 第一个是承认朝鲜独立 那各位知道 这后来因为是38度线的分区占领 那后来实际上是变成了两个国家 那日本也放弃对台湾澎湖的一切权利 可是这时候中国已经闹双包了 有一个叫中华民国 又多出来一个叫中华人民共和国 所以日本放弃的台湾澎湖到底是交给谁呢 到这边也有一个问题 好 再来是南沙跟西沙 日本放弃千岛群岛 这个相对没问题 库叶岛这个没问题 那这边提到的1905年这个时间点 就是在日俄战争结束的那一刻 好 所以这个没有争议 就是回到苏联 就是原来俄罗斯现在是苏联的控制 好 那还有日本原本在一战之后 在整个太平洋所托管的一些岛屿 这时候就交由联合国 然后再后来是安排给美国去管理 然后不久之后 有些太平洋的岛国就独立了 那这条是对于日本南方的岛屿 包含像琉球群岛 还有包含像是散布在太平洋的一些岛屿的安排 好 所以这一张就是把刚刚的文字地图画 圈起来的一块一块就是日本所放弃的这些领土 不过旧金山合约的这些安排 后来其实很多地方都出现了争议 譬如说他讲说日本要放弃千岛群岛 看起来好像是很明确 可是你看这一系列 整个地图的右上方 已经到了勘察家半岛 左下方是日本的北海道 中间这一系列就叫千岛群岛 那日本放弃的千岛群岛 包不包含这边1945跟1955 框起来这四个日本叫做北方四岛呢 日本觉得没有 因为他说这个是南千岛群岛 不是千岛群岛的一部分 所以今天苏联跟日 今天的俄罗斯跟日本之间 在这个地方还是有争议的 领土争议 那原来美国托管的这 在琉球以及在整个太平洋的这些岛屿 那后来在1972年的时候 就移交给日本 那各位看红色框起来的范围 这个所谓的千岛群岛群岛 其实就是间隔租岛 那在中文来讲就是钓鱼台 所以我们看到的是 当初这是美国托管的区域 1972年认为是琉球的一部分 那交给日本 那今天也成为整个东海 也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台湾的中华民国 以及日本之间存在争议的部分 那这些其实都回头去看 跟旧金山合约的规范是有关系的 好 刚刚我们花了一点时间 讲二次大战结束的军事占领 以及六年之后所签订的旧金山合约 那我们现在要来分别看两场重要的 在东亚冷战期间的战争 那我们先看韩战 那韩战实际上是朝鲜半岛长期的分立的开始 我们先用一个表格 把课本185到187页 有关朝鲜半岛一些政治的发展 后来爆发韩战 韩战之后就是后续 那我们用一个表格来做整理 那这一章就请各位自己参考 战后的第一个时间 就是我们刚刚讲的一般命令第一号 是以北纬38度线 以北纸苏联的占领区 以南是美国的占领区 那这个占领区怎么划分 其实大概就是在战争1945年 到了日本快投降这一刻 整个同盟国各国兵力实际上的分布 因此大致上做划定 但我听过一个讲法了 之所以划北纬38度 不是划39度或者37度 是因为美国当初在做决策这些人 身边也没有什么可以参考资料 就拿起国家地理杂志 然后就把朝鲜半岛就这样画了一条线 就画38度 讲起来好像也没什么道理 虽然旧金山合约是要让朝鲜独立 我们知道就整个朝鲜半岛的历史 最早当然是有很多的国家 然后彼此竞争 那自从七世纪新罗统一 大一统朝鲜半岛之后 后来的王室高黎 李室朝鲜都是大一统政权 简单来讲朝鲜半岛就是一个国家 那你现在因为在战后 第一时刻的军事占领 38度先以北是苏联占领 以南是美国占领 那他们会去物色他们喜欢的人选 在这里建立亲苏或者亲美的政权 所以后来整个朝鲜半岛的政治分裂 跟一开始的军事占领是分区占领 是直接相关的 那各位看在课本185页 好那金日成是苏联属役的人选 但他跟最早的那个朝鲜共产党没有关系 我们知道东亚会有各个国家 跟地区的共产党 就是在苏联成立之后 他不是组成一个机构叫第三国际吗 不只苏联我自己是共产统治 我要在东亚 我要在全世界 扶植各个地方的共产党成立 最后会有共产政权的出现 所以像朝鲜共产党 中国共产党 日本共产党 台湾共产党 大概都是在1920年代 这段时间出现的 所以最早在1925年 朝鲜是有共产党 可是后来被朝鲜总督府 整个给宣布解散了 所以我们看到在二战结束 这个地方金日成的朝鲜劳动党 其实跟原来那个朝鲜共产党没有直接关系 那我们可以看成是共产主义 这时候在苏联主导朝鲜半岛北部之下的一个新的发展 所以金日成跟苏联之间是有友好的关系的 那这是后来北韩建国之后 苏联当然马上就承认这个国家 那金日成也在1949年的时候访问了苏联 这是当时的历史照片 那在38度线以南 这是美国军事占领的部分 他也积极的去物色一个亲美的人选 因此最后选到这个李承晚 那李承晚有一个优势 他是原来李氏朝鲜的后裔 虽然那个亲戚关系没有非常近 但等于是他跟原来朝鲜的王朝 是有一些关联性的 那他也长期的在美国留学 那1904年留学美国 他后来是在普林斯顿大学念书 那当时普林斯顿的校长就叫做威尔逊 对就是后来那个当美国总统的威尔逊 提出民族自觉的那个威尔逊 那所以李承晚在美国 他也积极的去推动整个朝鲜独立运动 那后来在1919年 我们知道朝鲜的三一运动之后 在上海不是有一个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吗 李承晚也有加入 然后他其实就是这一段时间 积极的在海外从事民族独立运动 那甚至在军舰岛这部电影当中 里面不是有提到一个叫欧美委员会吗 里面那一位影学 应该是叫影学者 我如果没记错的话 他不是挪用里面的公款吗 其实这个欧美委员会就是李承晚在美国 为了整个朝鲜的独立 在那个地方去募资所成立的一个单位 所以他可以说是跟大韩民国临时政府 跟整个朝鲜独立运动 长期也是有渊源的 那在1948年的时候 他就是在美国的支持之下 当选大韩民国第一任总统 那之后第二第三任 不过这是一个比较有争议的人 那各位听我刚刚这样描述 你可能会觉得 那李承晚其实 他也很有资格担任这个位置 那这样讲也没错 但其实有一个人比他更有资格 好 这个就是美国支持的李承晚 就任大韩民国总统 时间在1948年的8月 那不久之后 金日成也在38度线以北 也形式上透过选举 那因此整个朝鲜半岛 就正式分裂成38度线以北的北韩 跟38度线以南的南韩 那各位看这张照片 最前面的就是李承晚 他是故意穿着韩服的 那在他后方的 比较高的那位美国人 其实就是麦克阿瑟 所以整个南韩的政权 是在美国 是在麦克阿瑟的支持之下 所成立的 可是其实事情 有可能不是这样发展 那各位看这张照片 比较特别一点 左边那位年纪比较轻的是金日成 也就是北韩选出来的 那右边那个戴眼镜的那一位 叫金九 金九是韩国的国父 而且他在北韩跟南韩 都受到尊敬 那金九其实也跟 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很有关系 他跟李承晚其实都当过 大韩民国临时政府的总统 也就是领袖 可是金九在整个二战之后 他很反对整个朝鲜半岛 因为苏联的占领 美国的占领 最后分裂成两个国家 所以他在1948年的4月 他做了一个尝试 他就跑到平壤去 跟金日成见面 那当时南韩有非常多的政治团体 基于民族主义 也不希望朝鲜半岛分裂 也都参与了这个会议 但这个会议 其实南北联席会议 美国是反对的 因为这形同是他把那个冷战的立场 整个打破了嘛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会议之后 不久为什么南韩就举行了大选 李承晚被美国选中 然后后来成为大韩民国的第一任的总统 其实他背后是有一个力量在较劲 那金九就是属于美国讨厌的人 那等到李承晚控制整个南韩的政局之后 隔年应该是隔年 我如果没记错 金九就被暗杀了 背后的主使者有一种讲法 其实就是李承晚 所以这个其实有一个 我们在这边看到 冷战共产主义 跟美国代表的自由民主价值之间 在就是南北韩的对立 可是另外也有一个像金九他所代表的 希望能够打破南北之间的繁离 建立一个统一的韩国的努力 那很可惜这个努力在当时是没有成功的 因此在1948年 当南北韩各自选举建立政权之后 那北边就是定都在平壤的 朝鲜民族主义人民共和国 我们一般称为北韩 或者是朝鲜北朝鲜 那他领导人就是金日成 那到现在的金正恩 已经到了第三代了 好 再来在38度线以南 是大韩民国 首都在汉城 今天我们叫首尔 这是后来改名字 所以他是李承晚当总统 那整个南韩也 总统历任都是有一些丑闻 或者有一些争议 但形式上他是一个 从独裁慢慢过渡到民主的政权 那为什么在1950年 韩战又会爆发呢 这其实跟当时的某一个主张 是有关系的 当时的美国国务卿叫爱奇逊 他在1950年1月 那1950年1月 我们可能要交代一下他的背景 他是在整个中华人民共和国 已经刚成立 也就是在1949年的10月1号 我们上一节课讲过嘛 好那所以在整个东亚 等于是局势有了很明显的变化 那美国这时候 把整个中国丢掉的责任 就直接就是丢给国民党 这是你自己把中国大陆弄丢的 不关我的事等等 所以当时美国有一个气氛 就是他要把整个西太平洋 他要把整个美国防御的这个防线 做一个界定 所以当时他的国务卿 就是美国的国务卿爱奇逊 就提出这个所谓防线 那这个防线比较有争议的是 他美国防守的范围 不包含朝鲜半岛 也不包含台湾 好那有可能他把朝鲜半岛 视为是内战 因为彼此嘛 统一的战争 那也把台湾跟中国大陆 视为是内战 所以你看这条红色的线 美国整个防御的范围 是不包含朝鲜半岛跟台湾的 就半年之后就出事了 因为它是有暗示的作用 如果美国防御的范围 是没有包含这两个地方 那这两个地方 如果谁有意思要出兵的时候 意思就是美国不会干预嘛 所以我们看到在1950年6月 北韩的金日成 就是得到苏联的默许之下 因此在6月开始大举的 越过38度线往南进攻 所以因为朝鲜半岛 就是就当时他们的意思来讲 就是终究是要统一的 那因此北韩这个时候 等于就是要把南韩的政权终结掉 那这个速度非常之快 那这边这个中文的地图 四张连续的是 各位看会觉得比较清楚一点 那这个是因为事出紧急 后来美国就透过 联合国的安全理事会 因此就决定要出兵 朝鲜半岛 因此我们看到 当以美军为主的联合国军队 在朝鲜半岛登陆之后 第二张地图 很快的就把原来金日成 已经几乎攻占整个半岛全部 这时候把战线往北推进 反攻的非常顺利 甚至就已经快要到鸭绿江这一线 那鸭绿江的另外一边 其实就是刚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嘛 好那这件事情 对中共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来讲 是一个很大的警讯 因为它的边界受到威胁嘛 而且鸭绿江的另外一边 其实代表的就是意识形态 跟它是截然不同的 美国的南韩的这个想法嘛 所以这时候 中共就以人民志愿军 那个第三张地图上面 那个解放军是错的 它名义上是民间组成志愿军 那因此渡过鸭绿江 这时候协助北韩的金日成政权 因此往南进攻 所以你看第三张地图 这时候战局又对南韩跟美军相对不利 因此箭头是往南直的 那其实整个从第一张到第三张地图 大概都是在1950年的时候发生的 顶多到1951年的一点点 所以后来其实双方还是僵持在北纬38度线的附近 那等到1953年就是僵持到最后打不下去 双方就听了就是签了停战协议 因此整个韩战打了三年多 其实就结果来讲跟没打是一样的 但其实它造成了重大的影响 我们来看几张图 好这张是中国人民志愿军渡过鸭绿江 那鸭绿江的另外一边就是朝鲜半岛了 所以这个号称是中国近代以来第一次在境外出兵 那它本身就代表多重的意义 我们在上一节在讲中华人民共和国内部政治发展的时候 也提到抗美援朝运动跟土改运动跟镇压反革命运动 三个是交织在一起 而且这个抗美援朝也就是寒战这件事情 实际上对于中共政权的巩固 以及光荣感的建立是有帮助的 好美国帝国主义从南朝鲜滚出去 这个是中共的宣传海报 我想各位可以看得出来 就是当时中共是用什么角度来看待美国出兵朝鲜半岛 当然就我刚刚的讲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比较是因为它边境受到美国的威胁 因此它出兵 可是各位看许建宏的这一篇文章 它是从另外一个观点来看中共之所以出兵的原因 它说1950年代的中国东北 那我们知道中国东北就是原来在战前是满洲国 它是日本实际占领控制建设的 那整个朝鲜半岛其实原来也是日制的朝鲜 那所以这个地方其实不管是现在我们叫北韩这个地方 或者东北这个地方 其实日本人都建设了一段时间 它是整个中华人民共和国规模最庞大的工业生产基地 整个中国大陆50%的工业集中在东三省 东三省50%的工业又集中在接近朝鲜边境 沈阳丹东这一线 所以许建宏他这边的论点 跟我们前面讲的比较不一样 他认为中共要出兵是为了确保他的工业生产的能力 不受到美国的威胁 那我想我们历史往往在解释上都会有各式各样的角度切入 也不是说哪一个就是对哪一个就是错 而是他往往是多重的因素所交织而成的 寒战期间美军是地毯式的轰炸 所以这场战争其实伤亡非常惨重 特别是平民的伤亡非常惨重 我觉得我们的课本很好 有写到这一点 你看到187页战火下的人民这一段的地方 寒战期间全朝鲜半岛人口的十分之一 近300万人上升 我觉得大多数在讨论寒战的时候 其实并没有特别把焦点放在这个地方 但寒战其实如果说整个朝鲜半岛人口是死了十分之一 这场战争非常的可怕 然后你看这边上百万颗炸弹 很多人是被迫就算没有被炸死 也被迫就是离开他的故乡 因为整个已经被炸到烂掉了 所以这场战争其实对韩国人来讲 是一个非常鲜明的记忆 那我们知道朝鲜半岛之前也曾经有过这一种 全境几乎都沦为战场的战争 上一次应该是封城秀吉 在1590年代进攻整个朝鲜半岛 我们在前面的章节曾经提过这件事情 那这个是韩战各方伤亡人数的统计 最浅的是平民 比较深的两个颜色是军人 那这个数字你可以详细看 但总体加起来这场战争死伤非常之惨重 特别是韩国人自己的死伤非常惨重 那这场战争的后续 这个我们提过 也就是当时本来是中共 中国人民志愿军 有一些后来被美国的军队俘虏之后 那就问他们的意愿嘛 他们就是要来到台湾的中华民国 因此这个加一加有1万多人 这个是123自由日的由来 韩战是国民党的西安事变 简单来讲就是韩战救了在台湾的中华民国 原本讲中正的政权岌岌可危 中共随时有可能渡海 然后终结在台湾的中华民国的政权 但因为韩战在1950年6月的爆发 它改变了美国的思维 原来那个爱奇逊防线就被 应该是实际上是被放弃了 台湾就被纳入到美国的 整个第一岛链防卫的范围 那么看课本在187月就有提到 韩战进行期间 美国先后跟东亚的几个国家 签订了军事共同防御条约 那可没有特别提到这个第一岛链 我们现在还在用这个词 只不过第一岛链包含哪些范围 它在每一个不同的时期 是有一些不同的 简单讲美国的西太平洋 压的第一条防线 到底具体防守到哪一个地方 在1950年代 跟我们现在讲的2020年代 可能差不多 但可能也有一些差别 那我这边做一张表格 也就是在韩战期间 跟稍后 美国就构筑它的 东亚反共防线 那跟菲律宾是 美非共同防御条约 那各位知道 菲律宾原来是美国的殖民地 那在它独立之后 关系还算友好 这个时候就有一个军事同盟 美日安保条约 这个有原来的版本 跟新的版本 美韩共同防御条约 当然这边的韩指的是南韩 是大韩民国 在1953年 还有在整个韩战结束不久 中美共同防御条约 这边的中指的是 在台湾的中华民国 因此它也形同是让 中华民国跟美国建立了军事同盟 这就是我刚刚讲的 台湾其实是韩战 如果就整个国际关系 就美国对台湾的支援来讲 它是属于得力的那一方 好 这个是西太平洋的第一跟第二岛链 不过我找的这张图 是比较接近我们现在的 那如果以当时这一系列的 军事共同防御条约来讲的话 它比较像是我画的这一条线 也就是说台湾跟整个南韩 被美国纳入到 军事共同防御的范围 这是讨论韩战比较新的一本书 巴奇在2018年出版的 那或许对这个议题 这样战争感兴趣的同学 这本书可以在图书馆借来看 当然两韩的关系 还是现在整个东亚军事 政治上不稳定的因素 不过在之前 美国川普总统的任内 也促成了许多事情 包含这个所谓的世纪跨越 北韩的金正恩 也就是刚刚讲的那个金日成的孙子 还有现在南韩的总统文在寅 那他们就曾经有一个就是当面的见面 在板门殿这个地方 那从这张照片看起来 好像感情还蛮好的 那不过我们如果以现状来讲的话 大概还是在一个比较剑拔弩张 随时都有可能出事的状态 好我们接着看东亚在冷战期间的第二场战争 也就是越战 这边背景因为讲起来比较复杂 所以我帮各位整理了一张表格 那潘佩珠我们曾经提过这个人 我们都知道在清法战争 也就是1885年清帝国败于法国之后 实质上已经对中南半岛没有办法掌控 那这个地方越南实质上就沦为法国的殖民地 法国控制越南 但还保留原来这个地方的世袭的王朝 也就是阮朝的皇帝的传承 但其实是法国控制和内总督府去控制的 那潘佩珠我们前面提 有把他跟梁启超连在一起 他受到梁启超的激励 后来写了越南亡国史 所以他在整个清末 不管是跟中国这些政治改革的呼应 后来整个中国改朝换代 在建立民主共和之后 潘佩珠也受到影响 也走民主共和的路线 那甚至这些他在越南所做的事情 跟当时中国的政治都是高度呼应的 不过他在1920年代之后 他就长期的受到法国殖民政府的关押 因此我们在后面就比较不会看到这个人 那反而是在一次大战之后 胡志明他变成是越南独立运动 民主主义一个很重要的角色 他在1919年曾经就是自费 就是前往巴黎和会 把越南在当时受到法国人践踏的 这个殖民地的处境想要提出来 不过不太有人理他 其实胡志明这一段的经验 就跟我们刚刚看到李承晚 因为他同一个时间就是 他刚在美国读书 然后准备要投入整个大韩民国临时政府 就是这一段一战之后的民族自觉 其实我们在越南的历史看得到 我们在朝鲜的历史也看得到 只不过他们当时这些在殖民地 这些主张民族主义的 相对来讲都是比较微弱的声音 因为当时帝国主义 当时的殖民是整个历史还算主流的一个部分 好那1925年各位看在胡志明 他还支持省港大罢工 我们前面讲到像是武萨运动 杀鸡产案 省港大罢工 那个都是在中国北伐前夕的民族主义的声浪 所以我们看到越南的独立运动 其实跟中国在清末 一直到民国的政治发展 是密切相关 不管你要去看潘佩株 还是要看胡志明都是 那胡志明在1930年就在香港 我们知道香港当时是英国的殖民地 就创立了越南共产党 好那1940年就是日本实际上已经出兵 然后进战了印度支那 因此法国人在这个地方其实就是退去的意思 然后由原本的法国殖民变成日本进战 我们看照片加强一下印象 那这个时间点各位要知道 他其实是在珍珠港事件 也就是太平洋战争之前 日本实际上就已经进战了印度支那 也就是中南半岛 那为什么是在珍珠港事变之前 这个其实我们必须要从整个二次大战 整个欧亚政局之间的联系来讲起 那原来在课本六支一节 在课本173页的时候 其实有一个地方有提到 那有些同学这个地方看不太懂 那日本当时跟法国政府签署日法协定 得以在法属印度支那驻扎军队 这就是刚刚那张照片的来源嘛 可是有同学就会想说 法国不是在二战的时候是同盟国 日本不是周星国吗 来这个法国政府是亲周星国的傀儡政权 那为什么 因为在1940年纳粹德国整个占领了法国全境 那戴高乐的自由法国这时候就流亡到英国 简单来讲 同盟国的那个法国 这时候已经没有办法留在法国了 因为他的国土被纳粹德国所占有嘛 他就流亡到英国去 而在纳粹德国占有法国之后 就像当初日本在中国也扶植了傀儡政权嘛 就是汪精卫的 那因此这个时候 纳粹德国就在法国扶植了一个叫围棋法国 因为他首都在法国南部的一个度假胜地叫围棋 所以这个围棋法国是亲周星国的 所以日本这个时候进军是因为 日本跟纳粹德国都是周星国 这个围棋法国的傀儡政权也是周星国 那因此日本等于在东南亚 在中南半岛 这个时候就有立足的可能性 所以课本在173页 希望各位有懂这个地方了 那等到1945年的3月 其实这个就是诺曼蒂登陆之后 那英国美国的军队又收复了法国嘛 所以法国又变成同盟国了 所以日本这个时候也不用再跟什么 围棋法国之间有什么协定 他就直接占有了这个地方 所以他实际上就变成是日本控制的领土了 刚刚讲的都是战前一直到二战的发展 那我们现在其实这一节重点是放在战后的越南 一个是民族主义的发展 一个是在整个中南半岛共产主义的发展 二次大战之后的越南 实际上是打了一场30年战争 然后最后完成了国家的统一跟独立 以及共产主义化 所以我在这一张的表格 各位可以看到底色全部都是红色 而且它还分成两种不同深浅的红色 所以我们可以讲这个越南统一独立之路的30年战争 前10年是跟法国打 后面的20年是跟美国打 因此我们现在要来讲这个过程 日本投降之后 整个中南半岛也就是原来的法蜀印度支那 它是以北纬16度作为区分 然后分区占领 那以北是中华民国占领 以南的话是英国占领 好 那这个北纬16度的区分 就跟我们看到朝鲜半岛北纬38度的区分 它后来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1945年8月15号 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 9月2号就是我们刚刚一开始上课讲的 也就是在东京湾 日本正式的向整个同盟国投降 好 就在同一天 越南民主共和国 其实就是胡志明这一股力量 发表了越南的独立宣言 好 那里面讲什么东西 我念一下 因为这个在越南史来讲 是很重要的文献 法国人逃跑 日本投降 保大皇帝训位 保大皇帝其实就是原来 越南软朝政权的正统的象征 我们的人民已经粉碎 近百年来的殖民枷锁 建立了独立的越南 法国人跑掉了 那现在日本也失败了 我们的人民还推翻了 几十个世纪以来的君主制度 所以越南等于是建立了民主共和 那右边这一面就是他的 在独立宣言的时候 他的国旗 这边国旗跟现在越南的国旗很像 但他其实细部上是有一些不一样的 那简单讲他比较可爱一点 那这个越南民主共和国的独立宣言 他其实在一开始是引述了 美国独立宣言 法国的人权宣言 所以其实胡志明是有意要把整个越南的独立建国 去把他跟整个西方的整个历史脉络的这个普世价值连在一起 好 独立宣言继续说 因此我们代表越南全体人民的新越南临时政府 完全同法国脱离关系 其实法国人也早就走了嘛 现在是不希望他再回来 废除法越之间一切条约 取消一切特权 越南全民族坚决用全部精力 生命财产维护这个自由独立的权利 所以今天越南的国庆日就是在9月2号 9月2号是什么日子呢 既是日本正式就是投降的日子 同时也是越南独立的日子 所以我们看到很多今天的政治的现状 我们今天在纪念或者做的一些事情 其实跟二战结束当下的局势 是有直接关系的 这边就是一个例子 胡志明的这个新政权能不能存在下去 其实跟当时的国际环境是有关系的 那我找到越南世界史的诗语者这本书 我们来做背景的分析 那越南人当然不希望法国再回来 那法国看起来其实在二战一下就打不下去嘛 被纳粹德国全境征服 那后来整个日本人 就是日本看起来比较强大一点 好可是我们知道北纬16度的分界 那这边这本书有做分析 由于有中国军队进驻北纬16度线以北 越南民主共和国 就是胡志明的这股力量 可以在短期间内免遭法国殖民军攻击 那也就是说在战后第一时刻的这个军事占领 16度以北是切给中华民国来做军事占领 而中华民国蒋中正所派来的将领 在这个地方是容许胡志明的军队跟他的政府存在 那这个决定非常重要 所以这边有一个比较看起来比较奇妙的部分 就是当初在整个中国 东北也就是原来的满洲 中共为什么可以在这个地方生存呢 因为它是苏联的军事占领区 然后它扶植中共 那在整个北纬16度以北的这个区块 中华民国的军事占领 他也容许胡志明的军队以及政治在这个地方发展 那因为军事占领是有一段时间嘛 所以他在这个地方就获得了一个时间 发展的缓冲等等 所以各位看到在课本188页的地方 为什么1234第五行 1946年底法军攻占河内 为什么是1946年底 因为1946年底 中华民国的军事占领才结束 因此才回到中国去 那这时候中国内战打得正火热嘛 所以我们看到的是 其实就是胡志明的政权 胡志明的军事力量 在1946年底之前 意外的是得到中华民国的保障 而可以在这个地方发展的 所以这本书就有提到 对越南人来讲 中国政府的占领当然也不好受 那会这样讲的意思是 就整个历史上来看 中国一直是越南北方 一个非常强大的威胁 我们前面讲越南史曾经有讲到这个部分 但是帮着胡志明新国家保住领土的 是中国国民党 不是中国共产党 也因为蒋中正蒋介石 容许胡志明政府军队的存在 所以他才可以在这个地方发展 一直到1946年的12月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地方 其实是有一个 以前可能各位读历史看历史 并不是那么清楚的地方 所以从1946年底开始 好那中国的军事占领也结束 南边的英国的军事占领也结束 然后法国这个时候想在印度支那 想在越南卷土重来 那因此胡志明这个时候等于跟 想要重新殖民统治印度支那的 法国军队就展开了作战 好所以这一场战争等于是 以法国来讲是为了重新夺回 他的殖民地印度支那 如果以胡志明来讲 就是越南的独立战争 那这样战争一共打了八年 八年怎么算呢 大概就从1946年底 一直打到1954年 那法国实际上在一战之后 一直到二战这段时间 他已经不是当初很强大的 19世纪的那个 法兰西法国或者法兰西帝国 那可是法国在二战之后 他对殖民地的态度 往往就是比较没有办法认清当时的局势 所以法国为了保印度支那 他打了八年的战争 最后失败退出了 法国其实在之后 又为了保有他在北非的另外一个殖民地 阿尔及利亚他也打了八年的战争 还是失败还是退出 所以我们看到在1954年 就是他最终打不过胡志明的越南民主共和国 因此就在国际协调 就在日内瓦开了一个叫日内瓦会议 那法国就在这个会议最后签订的合约 就退出他在中南半岛的统治 所以如果从清法战争一直算到现在的话 大概也有七十多年的历史 那这是历史性的一刻 所以法国的殖民统治到这一年结束了 那法国离开 在日内瓦会议1954年 就把原来的法蜀印度支那 分成四个国家 那辽国柬埔寨这个各位看就懂 那当时的越南 其实实际上还是在一个南北分治的状态 不过日内瓦会议 把原来的北纬16度的这条线 往北就是往南挪变成北纬17度 往北挪 就是这条线 所以他跟原来在战争结束的第一时刻 是有一点点不一样 那北边红色 这个就是胡志明的政权 那南边当时就是一个 原来法国所扶植的政权 那这个时候跟北越的这个胡志明 是不一样的 原来在日内瓦会议之后 那越南是分成两个政权 但后来的发展 有可能是北边征服南边 或者南越征服北越 这个不知道 但是在日内瓦会议之后不久 美国就介入这一场原来跟他没有关系的战争 那美国为什么会乱入到这场战争呢 其实这是冷战的思维 也就是说他把胡志明定义 不是一个要独立建国 然后赶走就是殖民势力 他是把胡志明的力量当成是共产主义 而当时美国在整个东亚的政局 就是要围堵共产主义的发展 所以美国就在日内瓦会议的隔年 就介入了这一场原本不属于他的战争 所以我们一般在历史上讲的越战 是指美国介入越南战场 大概从1955年到最后越南全境 就是沦陷 然后被北边的这个政权所统一 结束为止 那这个是属于整个越南在1945年之后的 30年战争的后面的这20年的部分 美国介入的部分 越南是一个南北狭长的国家 那因此对美国来讲 他有利的部分是从北到南都是在海边 因此他的海军是很容易抵达这些地方 不管是炮轰或者是飞机 透过那个军舰承载等等 可是在整个越南的西边 也就是辽国跟柬埔寨 也有一些亲北越的力量 这个时候进行一些游击战 所以双方各有优势跟劣势 科本188页 这边有交代一下整个越南当时的政局 1955年南越举行公民投票 美国支持的吴廷衍 那这个其实有点像是 朝鲜半岛在1948年的发展 各位还记得李承晚 所以公投决定取消帝制 取消帝制也就是原来那个宝大帝 原来阮朝的那个世袭 王朝的象征 在1955年正式终结 所以南越就从一个世袭的政权 正式过渡到一个民主共和的状态 那这个是美国人 就是以民主自由这个东西为号召 那所以就变成越南共和国 那北越当然是胡志明 这个以社会主义为主的这个政权 那当时南北越就在政治上 在军事上是对立的 那科本这段有提到 这边你把它画下来 以军机直接轰炸北越领土 那所以我们看到 他用的是跟朝鲜半岛很类似的这个政策 他往往会造成大量平民的伤亡 所以不管是我们前面讲到 1940年代末期的韩战 还是现在1950一直到70年代的越战 他其实对老百姓都是非常惨痛的记忆 越战在1960年还升温 那所以各位看到在那个 科本188页倒数第二段 他讲1961年起 那为什么是1961年起 因为美国换了总统 那这时候是一个年轻的帅哥 也是甘乃迪 那甘乃迪在他的就职演说就提到 为了确保自由的存在和自由的胜利 我们将付出任何代价 承受任何负担 应付任何艰难 支持任何朋友 反抗任何敌人 这就是我们的保证 还有更多保证 所以这个甘乃迪的就职演说 很明显是站在冷战的这种对立 因此他对这些共产 他是坚决抵抗到底 他对反共产的力量 他是无限支持的 所以美国就投注了更多的兵力 到越南的战场 整个越战也就跟着升温 然后美军也就更困在这个战场当中 但这张照片表达是美军的优势 他可以在沿着海岸线 直接炮轰 然后去对付这些越共 可是对北越 对越共来讲 他们其实他不擅长打正规战 他比较擅长打是这种游击战 那当时越共发展出这种精密的坑道系统 那各位看这是一个剖面图 简直在地底下是另外一个世界 他有储存武器的地方 他有开会的地方 他有连结的通道的地方 他有休息的地方 然后这些地方又跟地面上是可以连通的 那这个构成一个非常绵密的坑道系统 所以他们是可以在坑道的某一个点突然窜出来 展开突击了 那当然这张并不真的是越共 他是现在就是服务观光客的 也就是观光客看到突然都是一片叶子盖住的地方 然后突然冒出一个越共 然后大家就会 哦就这样子发出惊叹的声音 好美国后来对于这种战争 他感到非常之棘手 因为越共好像到处都是 然后不知道会从哪个地方出现 所以打到已经有一点就是神经衰弱之类的 所以我们看到后来美军就使用一些手段 第一个像烧一旦就把大量大面积的这些森林 就整个烧掉 有点像是近空 那这样子视线会比较清楚一点 但是他也造成了环境很大破 那甚至就直接用飞机直升机喷洒落叶剂 当中最恶名昭彰的就是成绩 像孟山都这种我们今天都会提到的公司 当初就是制造成绩的这些化学公司 好在整个越南大范围的 然后喷洒这些落叶剂也就是成绩 它其实造成了大面积的污染 甚至到我们现在讲课的这个2021年 这些污染病还没有完全消除 所以其实美国在整个越战在打仗 战争是一个部分 那环境的污染其实更是一个长远 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 那这种非正规的战争 其实会让美军不知道敌人是谁 所以其实美军在越南是有犯下一些屠杀的 像这个美来村的屠杀 后来是因为有另外一支美军发现 就搭直升机然后看底下 为什么是我们自己的军队可是在杀人 可是这些好像又都不是敌人 还包含婴儿在内 所以我们看到的是 其实这场战争是有很多黑暗的黑暗面 好来再来这个是南越物诈平民 那这张照片拿到了那一年的普利兹将 那我们前面其实讲过这个观念 就是战争如果以国家来讲 可能是有胜有败 但是老百姓注定是输家 美国因为长时间消耗人力跟资源 在这场战争那最后在1970年代就逐渐要退场了 简单来讲就是要摆脱这场战争了 那等到美军一离开北越大举难攻 因此在1975年的时候 越南其实就是北统一南边 北越的政权统一了南越 那因此这些原本在越南支持南越这些人就担心遭到清算 因此当时在整个南海的海面上就有非常多的这种难民 那飘一飘有时候无以为继死掉的人也非常之多 这是当时的另外一个政治难民的现象 那我们看课本188页 其实如果从共产主义的角度来讲 北越统一南越 这个就是中南半岛的赤化 那我们看课文的叙述 十多年的越战 这个当然讲的是美国介入了这场战争 南越政府在美军协助下无法肃清隐藏在乡间的共军 所以各位看这场战争的性质 跟我们前面在讲在国共对决的时候有一点像 蒋中正中华民国政府的军队 看起来都攻占了城市跟交通沿线 可是其实当时的共军采取的就是这种在乡间发展的游击战 那我们看到在越南战场也有类似之处 面对这些正规军 那北越的军队不一定是在正规战可以获胜 或者占有优势 可是他们往往用这种化整为零的方式隐藏在乡间 因此长期来讲反而对美国形成了很大的威胁 那美国就是因为长期没有办法取得这场战争的胜利 这跟他原本的预期是差别非常大 所以后来美国就掀起了反战的声浪 这个在1960年代是非常著名的 那因此最后在1973年美国就决定要退场了 那退场不久之后 其实南越就没有办法对抗北越 因此1975年确定越南南北统一 然后改国名为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 也就是我们现在知道的越南这个国家政权的由来 越战等于是美国在东亚要围堵共产主义 一次非常大的挫败 而这一次的挫败实际上也引起了美国在整个东亚 它的整个国际关系 它在这个地方的思维都产生了一些的变化 所以课本这边提到 越南建立共产政权之后 打破美国在东亚的围堵计划 那包含了越南在它西边的辽国柬埔寨 也都在很短的时间变成了共产政权 那我们刚刚讲过 这等于是美国围堵共产主义的失败 所以它在整个东亚的布局 这时候就有新的想法 所以我们前面一节不是有提到 就是说苏联原本在中国建国之初 中国是一面倒向苏联的 可是后来在赫鲁雪夫上台之后 中华人民共和国跟苏联渐行渐远 那后来这两个国家就长期的对立 我讲的是中共跟苏联 那因此在1970年代 美国在越南战场的失败 后来它就采取在外交上 联中制苏的路线 所以我们看到1975年越战结束 1979年的1月1号 美国就跟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 那等于是跟在台湾的中华民国就断交 那这个背后其实都有一个 因为越战导致东亚 就是这种政治上的合纵连横之间的变化 那各位看我这边还引述了南一版 那越南跟中国的关系也在恶化 越南统一之后也跟苏联之间加强关系 那苏联在这个时间点 跟中华人民共和国早就已经翻脸了 而且其实越南我们有讲过 它在历史上 中国一直是北方一个强大 具有威胁性的存在等等 所以越南在统一之后 跟中国有一个 就是有一段时间的发展 是比较敌对的 那当然不是指现在的情况 只不过我们如果从1970到1980年代 越中关系的恶化 也是在国际关系上可以看得到 那当然你如果要讲 现在2021年 越中关系可能也没有多好了 包含像南海的许多争议等等 或许我们会在下一节六之三的地方 再提到这一些的争议 跟现状的一些延伸的讨论等等 好 那我们这节课就上到这边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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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